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到現場來賓 首先魏力教士 顧德頭部副總經理 程兌玉 鄧姐姐早安 蘇姐好 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早 以及魏力教士 德信證據分析師 林幸福 幸福兄早安 主持人 各位官方 大家早 是我們歡迎兩位來到現場 先來看一下三大法輪 進出股市的概況 在量數之後所看到的 在買賣超的力道部分都縮減了 首先看到在外資訊部分 剩下小買5.84億元 在資金商部分小買6億元 合計三大法輪是買超了 10.25億元之多 再看到是資訊變化 融資持續還在增加 增加了3.34億元 來到2053億元之多 也是近期的新高 融券紮數減少6760張 來到36.9萬張的位置 再來要看到台紙期的操作動向 在整個轉商開張過後的話 接近在28000多口 依然還是維持上水位 在昨天外資訊部分的話 增加 小幅度增加192口 來到27517口 這在多單水位的部分 再看到在自行商方面 還是一樣這個空單繼續加碼 2216口 僅多單的水位 這是在台紙期的操作動向 再看到歐美股市收盤行情 至於歐美股市收盤行情 你頭的話 昨天美國股市部分的話 在休息一天之後 還是一個亮眼的行情 所看到的NASDAQ也好 廢伴的部分 分別談幅度1.2個百分點 大漲了1.2個百分點 表現不錯 尤其在科技類股身上 另外一方面要看到 德英發方面的話 還是一樣出現這個談升力道 德國繼續往高點再挺進 臺灣股市0.5個百分點 這是在整個歐美股市的收盤行情 再補充的是在整體的 亞洲股市的開盤情況 市場亞洲股市開盤的話 日經開盤的話 還是在平面上下震盪游走 經濟展望加日本央行 密商寬鬆進行退場的情形 這在日經指數方面 再來看到在韓國股市部分 在今天成績是一個小幅度開高的 韓國5月份消費者 信心跌到了8個月來的最低 只不過以上個禮拜來看的話 這個亞洲市場裡頭的話 對於台北股市 對於韓國股市的話 外資圈是比較青睞的地方 這是在整個亞洲的開盤情況 馬上鎖定 財經頭條 好 財經頭條一開始的話 又是一個重頭戲 先看到台北股市 連續三天站上的9000點大關之後 再寫下三年來的新高 三大法人買超10.25億元 儘管成交量沒有能夠積極的放大 但是央行統計 4月份證券劃剝存款 餘樂部分高達1兆3830億元 創下了歷史新高 不只如此也顯示著台股 顯示散戶在歸隊 實際是來到了浩子裡頭 券商也透露出 光是這兩個月的開戶數 就要比去年同期要來出多了一輩子多 耗子裡 民眾坐在櫃台前開戶 身旁兩個營業員幫忙服務 因為後頭還有太多人在等 不快點真的不行 另一頭電話開戶的也不少 電子盤前座位全滿 好久不見的熱絡氣氛回來了 以往一個月開戶數只有700多人 4月份衝上1500人 足足多了一倍 我們大概這個月我的估計 大概有1200多個 都比前幾個月高嗎 對 對 就是說整體上跟去年比較的時候 高很多這樣子 央紅公佈四月底證券化波存款預額 來到一兆3832億元 創歷史新高 比三月底增加了247億 顯示台股四月成交量雖然下滑 但近期股市表現不錯 散戶歸隊 也帶動大盤繼續往上抽 27號台股向上攻階 加權指數首穩9000點大關 中場小漲17點收在9055點 不過成交量只有828億元 有機會挑戰馬總統上任前的9220點訪線 沒有看到兩三千億的成交量 農資源沒有衝到大概3000億上下以上的話 我相信其實整個中場度的格局沒有改變 以台股買進前十大咖來看 第一名依舊是政府基金 其他多半是外資出手 里昂今年目標價依舊維持9600點不變 海股下半年依舊值得期待 三千億會議您這邊的報導 海股下半年真的值得期待嗎 這裡頭有幾個關鍵性數字 首先透過報紙裡頭 我們所看到這個頭版頭的重點消息 外資圈海股看多 里昂上看到9600點的位置 不只如此喔 除了9600點之外的話 也可以看到連續三天站穩在9000點之上 多頭不只要攻920所謂的馬總統防線之外 還要更上一層樓 所以在里昂部分的話 重申這個目標的高水位 高盛上看到9800點 甚至要看到在瑞穎的部分9650點 里昂9600點 甚至其餘的至少在9200點的大關之上 那麼姊姊先來叮嚀一下下 美股的行情跟變化 尤其在外圈部分有一些重申的力道 而且特別的地方還包含 所謂的這個摩台的結算 在MCI季度調整開始生效 甚至於禮拜一又是端午節 端午節一般所說的變盤 這是往上變還是往下變 我上禮拜是說 我們結算後就會變 結果它現在是往上變 然後當然端午節前的話 我覺得端午節後 大家要注意的變數就是 因為5月營收會出來 那個是比較大的變數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大家都是在趕電腦展這些熱潮 所以應該是講說 現在潮的這個題材 你在6月的第一天之後 要注意它如果長不上去 叫做短線力多 十線的下車 那當然才有一個機會 是結算完畢之後一個小整理 我們一直要強調說現在的盤 因為它的政府主張短線操作 因為有當日充 然後有週週結算 有一日期貨 所以大家就要注意到說 可能每一週它都會出現變化 像今天因為連自營商都買 台灣50的 當然它是以高高的做結算的機會 會比較大一點 好 這個高高結算機會比較大一些些 那麼在幸福部分也來叮嚀一下下 我們所看到 剛剛這個920這個馬總統防線 事實上9000大坤之上的話 已經變成是一個亮縮的 震盪的區間 可是至少還是慢慢再往上推 這算不算是金金漲 如果期待能夠價量前 有一個大的突破的話 機會大不大 其實之前大家一直在覺得說 這個好像量價有點背離 因為大家如果說還記得的話 前面一段時間大概過完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成交量比較突出的話 其實都還有1000億以上 後面這一波 其實漲上來的過程當中 最近這個量是稍微比較萎縮一點 上禮拜甚至還看到只有700多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怎麼好像 如果說單純就技術分析來講 好像有點價量背離 那還在創新高 這有點吊詭 像剛剛這個蘇賢哥有提到 現在這個所謂證券的化波預額 是創新高的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成交量沒有上來 如果早期 如果說是在這個 大概08年之前的話 通常我們在定義 所謂叫量縮 大概1200 1300就叫量縮 一個比較常態的成交量 大概是1500到2000億 你看昨天的成交量800多億 好像就比過去少了1000億左右 所以說其實這邊它一個行情 我認為說短線上這個指數 可能會在一個高檔做一個震盪 但是個股的表現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 資金越往這個優勢 或者說產業的這個前景 比較明朗這種集中度會越來越高 反而是在9000點之上 我個人認為在這邊挑股票的話 可能第一個難度高 第二個可能要花更多的心思 所以在這邊 可能還是這個找個股 這個技巧或者說方法是更重要的 景氣燈號連散率 也代表這個方向性的部分 是不是比較熱的一個方向性 也就是說 現在看起來是一個量縮的情況之下 可是會不會等待或是隨時 會不會有一些比較大的爆發力 好的 因為這個通常我們講說 這個股市是經濟的櫥窗 其實你看到這個指數已經創新高 昨天下午國發會所公布的 這個景氣燈號是連散率 那也是代表景氣的復甦 景氣的復甦就是代表說 大部分的人可能在這個 所謂的一個投資上 或者說在自己的一個本業上 都能獲得更好的一個投資報酬率 當然有多餘的資金就會拿來做投資 或買一些所謂比較大的一個 所謂不動產 或者說一些所謂這種 就大型的車子等等 所以說其實現在看得出來 就是說景氣的一個復甦 也穩定的在推升所謂 股市上漲的力道 代表企業獲利的增加 所以當然時間拉長來看的話 我認為台股 還是一個穩定向上的趨勢 只是短線上 像剛剛這個敦玉姐也提到 也有關於這個6月份 可能會有一些變數等等 我想這個也是盡情 我們所需要考慮的 好 還是要特別留心到 這個行情的變化 提到指數放上去的話 全肢股的代表性的話 相當上關心 我們來看到誰 看到在台積電身上 透過畫面我們秀出來 來看到台積電 台積電外股圈 有一些居高思維的說法 他怎麼說 趕快秀出來看一下 市值斜行高 外股圈居高思維 提醒整體半導體庫存 天數在攀升 風險絕對不是不可輕忽 這台資質才是台積電的部分 這段時間裡頭 我們可以看到台積電的話 之前買跟賣的這個力道都有 可是卻在最近的話 有一些調節性的力量是在增強 它所強調是一個庫存的增加 我們再看下去 在各領域設計的話 廠的一個存貨的一個情況 通訊的部分 這個比重部分有提升 電腦部分也是有 那麼包括汽車相關的部分的話 也都會成為是一個激增的情況 可是激增在增加的情況之下的話 要特別留心到 外股特別強調 這就是一個風險的意識 那麼一開始的話 還是請我們幸福研究員出身 我們就來看一下 從台積電開始 股價123.5塊錢 寫下波蘭新高 推薦市值到了3.2兆元 也寫下所謂的歷史新高的位置 外股圈居高思維 這個話題的開始 至少我們所看到在廢辦的部分的話 或者是整體IC族選的部分的話 目前會形成是一個比較推進的力量 可是如果出現反準 當然壓力就很大 原本從去年底的話說是 這個氮季 這個氮季可能會是 整體是一個氮的情況之下 結果氮季不氮 同樣的會不會忘記不忘呢 好的 我想其實這個台積電來說的話 一直是台灣電子業的一個領導廠商 不只是在台灣 更是全世界在晶圓代工裡面的 這個佔據一顆的一個位置 當然其實前面一段時間 一些所謂高階製程的一個產能 是有一點點不太夠 所以說會不會發生有一些廠商 就是重複下單 Overbooking的一個狀況 這是有可能的 當然其實今年來看的話 下半年不管像是Apple 或者說滿多這個新的廠商 還是陸陸續續在推陳出新 一些所謂新的商品 甚至於說 從去年這個下半年開始 市場上又開始有一些新的應用 包括例如說像這個穿戴式的一個裝置 不管你是說眼鏡 手錶 其實這個又是一個新的 一個應用的一個領域 所以說整個台積電的部分 我想整個第二季的一個業績 或者說到這個第三季 整個蘋果的拉貨潮開始的話 我想其實還是會相對的不錯 當然因為這個股價漲到這裡了 這個外資他們也看到 庫存水位的一個增加 所以說他們這種講法 當然是我是覺得說 有一點點就是說 有提前就是警示 這個所謂投資人這樣的一個味道 但是是不是正如他們所預期庫存升高 就代表就是說 這個可能後面 這個整個一個狀況會下滑 我倒也不是那麼的悲觀 只是說現在短線上 他們觀察到這個現象 高於歷史的一個平均水準的話 其實可能短線上的這個 可能拉貨的一個部分 它慢慢會有做一些調整 但是整體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在新的應用 還有說一些這個大廠 陸續推出一些新的 這個產品的狀況之下 我是認為至少到第三季之前 整個台積電的部分 應該還是屬於一個相對穩健 這個緩步成長的一個狀態 好 那麼另外一方面 應該在解僑你的看法 還是可以期待比較 這個漲勢出現嗎 一個在坦經的身上 這麼重要的全市內部 也攸關到整體的這個 封測族群或整體的IC族群身上 再看一次 各領域IC設計廠的一個存貨裡頭的話 其實提到是寄證的情況之下 通訊跟電腦22%跟10% 那麼汽車部分也提高了4%之多 這個整個IC設計廠的話 存貨的庫存 呈現是一個比較寄證的情況之下 甚至於還分明別類 相關的族群表現會擔心是壓力嗎 我覺得如果短線來講的話 那個漲很多當然是 可是我要提到一點 大家如果注意看 不管是通訊或是汽車 幾乎是現在盤面的主流 而且最強的就是氣概股 這一個禮拜大概最強的 就是氣概股 而且創新高的裡頭 氣概股是最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現在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引用 因為我覺得這種的 慢慢增加庫存 如果它能夠慢慢去化 其實它的這個庫存的一個增加速度 我覺得還算OK 還沒有到很嚴重 如果有的話 是面上市場上 不會有這麼大的力量 全部都是在擁帶 這個所謂的通訊股跟汽車股 這個禮拜 幾乎都在這個焦點上 是最強勢的 至於在台積電 我覺得台積電 這個是更吊軌 因為外資幾乎都看到 九千二 九千三 九千四 九千五 九千六 最高看到九千 最高升看到九千八了 對不對 如果沒有台積電 這個大盤如何去供 如何去供九千八百點 台積電的一塊錢 象徵指數十點以上 大力光一個跌停板 你不要說它會跌停 我是說大力光一個跌停板的話 它也不會影響 五到六大點而已 可是台積電一塊錢 就會影響十幾點 所以我要強調講說 他們可能在這個地方 應該來講就是 或許還有一個警訊 就是希望說不要推這麼快 因為我們剛剛有開玩笑說 現在才九千零五十幾點 按照這個 如果要走到九千七百點的話 一個月一百點 那可以走到十二月 所以如果它是慢慢來推的話 我覺得也還OK 不過如果說台積電 真的有警訊 它不會動的話 那代表說指數 其實在上面的空間 其實是有限的 好 還需要再觀察 因為過去的話 其實外資圈有一些壞的紀錄 喊買偷賣 喊賣偷賣 Don't know you 還是要看它最後一個變化 好 再來看一下 這個族群 這個題材的話 在進行的表現 真的太犀利了 全球幾乎皆然 暴露在美國股市 暴露在台北股市部分 生技族群 生技產業利多大放送 六比起到全球 將有四大醫學的展覽 跟會議輪番來舉行 2014年台灣升級月 也在7月23號就要登場了 所以引爆整體的這個買盤氣勢 透過畫面我們就先來看一下下 來看到生技族群的表現 生技族群的話 這個表現正是氣勢如虹 三大市場相關類股買盤狂敲 貴買生技指數以237點 登上了歷史的新高水位 這個部分的話 邀請敦玉姐姐來幫我們看一下下 首先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籌碼的一個部分 合一在進來 應該是昨天法案券的話 買到生技族指標的部分的話 合一953張 那麼在疫態的部分的話 甚至所看到 智晴 精華的安全藥為金殼 甚至各別股的題材部分的話 也都有這個問號的買盤在前進 昨天有13檔公上的掌兵板 今天呢 我覺得他的氣勢 在他的輪動的格局還有 因為我們上 我記得兩週前 我們就有來提到精華 我說這個外資已經打不下去 開始在做回補的 那他剛好達到 他最近的一個題材 其實最近的題材 盤面上來講 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全部跟6月初的有關 因為生技也有展覽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電腦 台灣也有電腦展 然後又看到所謂的 蘋果也有一個發表會 所以他這三大族群 其實在盤面上 一直有在做一個輪動 跟串動的過程 所以我剛才強調過就是說 他在目前他還是OK的 他的比較大的一個風險 就是大家前一個禮拜 全部上車之後 等當天發生事情時 會不會短多下車 但是目前大家還是繞在這些話題身上 目前應該說法人沒有完全退 當然還是有輪動的格局 要提醒各位是輪動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不是說全部齊掌 因為雖然自營商是非常強悍的 連台灣50都在買 但是另外一個族群 就是我們說6月要注意的 叫做結帳 但是投信又開始占賣方 你拉你的 我賣我的 那這不是非常好的一個狀況 好 生技族群的部分 也聽聽看在幸福你的觀察 會納入你重要投資組合嗎 我覺得生技股是這個樣子 因為他中小型的 股本的一些公司居多 而且他滿大的一個部分 其實是市場上一個熱門的一個焦點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 同樣在IC設計族群 有這樣一個現象 就是裡面除了幾檔比較大的 代表性公司 其實滿多都是中小型的 昨天這個IC設計休息 所以說市場的人氣指標 就轉往這個生技股 通常如果說有一些比較重要的展覽 陸續要展出的話 其實這個股價 通常會有這個先發動這樣的狀況 例如說每年大概在這個過年之前 就是學生放寒假的時候 通常會有一個所謂電玩展 可能在那段時間前後 整個例如說這個線上遊戲 相關的股票就會比較強勢 或者說像3月份 每年也都會有一個自行車展 那個股價其實在那段時間 也都是屬於這個盤面上 相對強勢的一個族群 所以說在7月份來說的話 也是每年一度的生技展 那股價是不是有在 現在5月底6月初就先熱身的味道 我覺得其實倒是可以觀察 那當然後續來看的話 也是看整個市場資金的動能 如果說歐美股市 能夠維持一個相對的強勢的話 即便指數沒有在大漲 但是我認為市場的人氣指標 或者說一些所謂 這市場上資金比較雄厚的投資人 他們還是會讓這個資金 自動去找到一個出口 那其實生技一直是台股裡面 就是說比較偏這個所謂資金追逐 就是說比較投機的一個標 因為其實很多公司 可能現在都看不到EPS 但是如果說你把那個秉化 你大概就說5年10年之後 哇這個藥過了之後 哇這個一年帶來的營收EPS 可能高得下人 那當然很多都是還在半空中 還沒有真的獲利的一個時間 所以在這個特定的族群裡面 其實有一部分就是相關 這個對業界比較了解的人 其實他們在這一塊琢磨還滿深 那政府未來也是積極的 在發展所謂生技醫療這個區塊 想說這個電子產業這個毛利這麼差 那我們來發展一些 就是具有專利 具有智慧權的 然後我想其實在政府 不管是推動一些所謂像文創 或者說是像這個生技醫療 其實政府推動的產業 其實大方向來看的話 中長期還是會呈現一個 這個上升的一個走勢 只不過現在要切入這個買盤的話 有沒有什麼特別定義的地方 我是覺得就是通常它分成三塊 新藥 學民藥 或者說像一些所謂醫材等等 如果說以這個稍微有點EPS的話 通常是落在這個醫材這個公司 所以說我是認為如果說 如果說大家對新藥不是特別了解 因為它其實每一家公司開發 疑障癌 肺癌什麼 其實每一家公司都要深入了解 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如果說以具有EPS 或是說營收穩定成長 可能通常在醫材這個區塊比較多 其實大家可以花點時間做點研究 好 我們先謝謝兩位 這是在一些比較載入面的訊息部分 接下來休息一下 回到節目現場繼續鎖定 除了載入面的訊息之外的話 一些相關的買賣題材 現在第二刷只要九百九 看你多會磨 金埔體素蓋活力 沒膽固醇 沒防腐劑 金埔體素一罐抵多罐 最划算 金埔體素蓋活力 蓋有力 雅各屋 金埔體素各一百 三種專利 各一百 更穩定 六十年金商標的銅融魚罐 世界各國的肯定 品質保證 外修全球 台灣No.1 銅融魚罐 這是我的 這是他的 黑液態軟膠囊 新一代葉黃素 舒立氏 威馬舒培 美麗果嚴選 兩百天日照的陽光果肉 給你健康享受 喝一口陽光果肉 心情就亮 美麗果MiniMade 有人在這個狀態 已經死了 請不要拍我們性格 手畫器導演最新跨尺度喜劇 我們要教你拍 6月6號 百萬種硬的方式 金埔體素 蓋活力 沒膽固醇 沒防腐劑 金埔體素 一罐抵多罐 最划算 好人都不會先聽 金埔體素 蓋活力 蓋有力 也有 金埔體素 各一百 三種專利 各一百 更穩定 阿姨 你還好嗎 我在看連續劇了 喔 你才用平板 這我女人送給我的耶 你看 我可以隨時打電話 玩遊戲 拍照也好清楚喔 GIMMY 遠傳平板搭配新一代高速網路 速度最快 這是我女人 她還沒有男朋友喔 大公 我們現在就是遠傳買平板 送給媽 好 今年送給爸媽最聰明的禮物 現在申辦遠傳平板上網 多款平板0元起 現在買Samsung全系列平板 獨家加碼送藍牙喇叭 有人在這個狀態下 已經死了 請不要拍我們在Sax Night 熊貓系導演最新跨齒錄喜劇 我們要教大家拍照 6月6號百萬種硬的方式 Lamigo帶您走遍全中國 全程無購物 無自費行程 讓你玩得安心 盡興 有尊嚴 Lamigo 最優質的住宿品質 Lamigo輕景則秘境見走 開始報名囉 好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在今天的近日大事集 提醒給大家這個重點在哪裡 首先就是在法說的部分 F預期跟榮言 這是最重要的法說 上市業績發表會裡頭 需要雨沾跟華雅科 這業績發表相當關鍵 包含在華雅科身上 需要跟雨沾各有不一樣的題材 那麼國家表現 能不能有一些率先卡位的機會 再看到 德國5月份失業率的部分 提到德國還有一個訊息 要提醒給大家 重點當中德國電信商的部分 就宣布 9月19號iPhone6 就可能是一個開賣的情況 這是來自德國一個最新的 這個外景圈的一個報導 那麼這個訊息的部分 還需要再去求證 再看到歐洲消費者信心指數方面 這個數字到底是如何 都是在今天的大事集裡頭 特別要提醒給大家 好 馬上要看到產業媒體訊息 首先第一個聚焦部分的話 也是昨天第一時間 就端出的熱騰騰的外資圈的報告 來自巴克萊 結果是今天重點的消息 調生合作的平等 巴克萊調生合作的平等 目標價格來到了70塊錢 那麼在外資圈的報告裡頭 埋進合作出的是華雅科身上 這個外資圈的部分 你們看的是賣華雅科 可是在合作另外的話 包含在F凱這部分 也是比較偏空的消息 所點名到包含在合作跟聯發科 是一個比較積極力多的所在 我們所秀出來的部分的話 這個巴克萊喊買之後 這個買盤就積極前進嗎 最寒賣的華雅科 在剛剛提到說 這個法作業業績發表的同時 會不會傳出一些比較好的消息 昨天才同一時間提到說 兩塊錢第二季的EPS不是嗎 結果又馬上是一個利空消息 會不會有人是喊賣偷買 會不會是這樣的一個利空消息 我們再來看一下 看到軟版的部分 同樣來自蘋果的最新的說法 我們所看到軟版備戰位的蘋果 台虹 雅電 FCCL這一塊的話 上次日期曝光了 蘋果類股最後的衝刺機會 卡位性的買盤要積極卡位嗎 就像剛剛所提到9月19號 這個德國電信箱 所宣布的iPhone6就要開賣了 甚至有些高階百部分的話 真的是100萬支嗎 這裡頭也牽涉到整個 幾個重量級的這些 這個產業的訊息 這個要特別留心到 連家軍物聯網商機大 這物聯網又是一個物聯網 現在不早的話 都先物聯網來前進 iC設計 似乎見到轉弱之後 回檔是不是可以加碼 我們一開始的話 就先聽一下再幸福裡觀察 這外資軍的報告 來自核數部分 除了是在華雅客身上 多根空都有 可是相關題材 尤其在華雅客部分 尤其在核數身上 您的看法呢 好的 我想這一次 出具報告的是 巴克萊的楊映超 這位分析師 其實楊映超先生 在這個電子的 特別是下游的 這個硬體的一個部分 可以說是在市場上 相當的具有一個 重量級的一個角色 因為過去他就是第一家 追蹤這個外資的一個 追蹤這個鴻海的一個外資 當年大家所出的報告 就是後來就是大家人手一本 把它稱作聖經 這樣子再看 所以後來整個鴻海 從這個一個小公司 慢慢成長到大公司 其實他的一個所謂 觀察的準確率是非常的高 這一次他出具的 也是同樣在核數的一個部分 他也認為說 在包括一些所謂組裝的一個良率 還有一些高毛利的產品的一個 進駐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看好核數 這一次把平等的調升到加碼 目標價是這個70塊 我覺得以過去這個楊映超先生 他在這個下游 硬體組裝這個區塊的一個觀察 還有說所累積的經驗 其實我個人是認為 他這麼樣子的一個看好 必定有他的一個原因所在 那麼我們也可以發現 我跟你講這檔個股從這個年初 大概在40幾塊出頭 慢慢到現在 近期都是 雖然是小碎步 但是也是逐步的一個創高 我想只要指數維持一個 相對強勢的狀況之下的話 我想核數的部分 應該還是會維持一個 所謂大漲小回 那逐步 這個慢慢股價往上墊高的一個格局 另外在這個軟板的一個部分 我想其實大家最近可以看到 整個最強勢的應該就是4月份 這個強漲的像這個2402的這個E加 那也包括像這個4958的這個F真頂等等 其實都是4月份 整個非常強勢的個股 那前面一段時間 我們到現場來跟大家報告 看到軟板好 其實你更往他上游的一個原物料 就是所謂的這個FCCL 就是同伯基板的部分去推的話 我想這個像前面一段時間 像台虹或說像雅電等等 近期表現不錯 我想其實這個部分 也都可以持續做一個留意一些 所謂關鍵零組件 它的一個所謂後世的一個發展 好 這幾次這部分 也要特別來追問一下下 剛剛所提到這個核數跟華雅科 華雅科 消費軍獎這麼糟糕嗎 那麼在我們剛才特別提到說 在整個業績發表當中的華雅科 在今天馬上業績要發表 而且才話說回來 從這個第二屆EPS的話 可能有達到2塊錢之多 馬上變成一個偏空的消息 可是也並沒有形成所謂的重錯的情況 對於投資朋友而言的話 可不可以縫定買盤前進這樣的機會 另外一方面 其實軟板也剛剛提到說 所謂的蘋果這個備戰的問題 台虹 雅電 FCCL這個銅箔基本這塊的話 會是一個買盤重點嗎 我覺得如果說以蘋果的角度的話 當然可以 就是說他們目前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一直 我記得在不管盤面好不好的時候 我一直提醒各位說 因為投信或者說我們本土法人 在這段時間裡頭早就已經 4月份投就洗進去 洗在這個所謂蘋果的股票 好歹他6月份的話 在做結帳的過程當中 他們會是標的 那實際上在5月底的時候 他們現在就開始有的個股 就有在做一個發動 那他到第三季的時候 本來就新貨會出來 所以呢我覺得 他的一個題材的延燒性還是有的 所以他可能說 就算真的有在做拉回 我覺得他還是可以佈局的個股 因為畢竟他是今年一個到第三季 你還可以擁有的一個題材 那或許他們的業績 會在那個時候慢慢的去做挹注 那股價呢還會是做一個慢慢反應 但是不用去做一個追價動作就可以了 至於華雅科的話 我記得我們上一會有一回來的時候 他的那個報價其實是停滯的 那我要提醒各位說 其實他在看所謂低潤這種緊急循環股票 不是看他的EPS是多少 而是應該看他報價有沒有持續往上走 他現在目前如果他的報價是走平的 那他股價應該就是在這個地方做高檔震盪 因為他其實在有一段時間也是橫盤很久 那時候報價是沒有起伏的 你也不知道他的報價未來往上還往下 所以他股價是持平 那目前來講又遇到了一個就是說 如果他報價是持平的話 那大敗股價就在這邊高漲震盪 那如果真的一個彎毒會出來的話 那可能他不用說EPS2塊 哪怕是EPS3塊 看未來的人都會賣 所以我覺得你這裡來講的話 做華雅科可能是短線操作 但是你如果說要看趨勢 你是否要整個退出或是還要再加碼的話 一定要對著他的所謂的報價來走 好 這個一點 倒是在華雅科部分 如果從這個報價來走的話 以現在的判斷當中的話 對於股價表現 在領域性標高之後的話 現在出現震盪 震盪之後 對投資朋友進一步的叮嚀是什麼 進一步的叮嚀就是 如果你出現看到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法人 其實他有開始在做一個小調節 但是他如果是出現大量調節師 那應該他的鼻子 比你的嗅覺好一點 他已經發現趨勢不對了 那你應該就跟著他趕快出來 好 那麼另外一方面的話 再解決這個部分 來看一下物聯網 物聯網從張專門董上開始的話 事實上多家大咖都已經提到 這物聯網的部分 IC設計事件轉弱回檔可以加碼嗎 事實上物聯網上期大 連家具的部分的話 這些包含在聖券連家的部分的話 這些都是壯起的買盤題材 是不是機會也很大呢 我覺得這物聯網 是大家今年最吵的一個題材 但是物聯網如果要吵這個題材的話 絕對不能少的就是IC設計 不過我也不知道你的網要怎麼連 連來連去 那我們可以看到物聯網的一個題材 它已經延燒到智慧電視 甚至於工業電腦 那我們可以看到IC設計 其實很多的股價已經層級6年以上了 所以大部分的IC設計 在今年有這麼多的一個新品 尤其這新品是由於物聯 這麼大一個網給你帶上來的 如果我們看到一個新品的一段 不斷的開發的話 那一定對IC設計有非常大的注意 所以我當然覺得你可以注意到 很多個股來今年來講 應該甚至於說這個下半月開始 就是5月下半月開始 創新高的公司有哪些 除了氣概股之外 汽車概念股最多之外 其實大部分都出現在IC設計 那什麼叫做主流 主流就是領先大盤 竄出去的股票 所以代表說他們仍然也是主流 但是他們有很大一個特色 就是前兩天你看到聯發科不強 可是小股票很強 但是昨天聯發科很強 那小股票不強 我覺得他們是個輪動的模式 所以這些族群可不可以 當然因為有的很多公司 都已經來到了所謂的 月線大景線的位置 一旦噴出去的話 那當然有機會 尤其很奇怪 今年的外國公司 對我們台灣的IC設計 特別有興趣 如果說突然對我們台灣的 IC設計特別有興趣的話 大家就可以去回顧 156年前有一家公司叫重茂 他跟外國公司打 官司打打打打打 最後國外的公司就吃掉他 從那一波之後 所有的IC設計 幾乎都是那個 往200元 300元 400元去走 因為國外把我們的本益比拉高了 他用40倍來吃我們 其他低於20倍的 全部都開始做一個飆漲 我覺得今年開始 又有這種氣氛的話 就代表說 這個新產品的熱絡 台灣的機會又來了 好 這幾個題材部分都特別流行到 到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藍色進擊行排面當中 要說升級族型之外的話 一些風測族型的短線 也都還不錯 來看一下這新聞的焦點 風測大廠難貌的部分 上次短短32天 昨天舉行的業績發表 第一季的營收將近是50億元 成長12.8個百分點 記憶力股價上漲 裝到去年新貴以來的高點位置 一塊看看 風測大廠難貌 雙引擎發動 受惠於4K 2K大電視趨勢 帶動LCD驅動IC 出貨穩健 加上記憶體風測訂單 持續擴大 雙雙成為今年的成長動能 市場房間講的 那個4K電視的部分 這方面的那個 業績的動能都相當不錯 記憶體產品的客戶 像鎂光 還有國內一些記憶體產品的 那個今年的生意也都不錯 鎖定四大產品線 南貌下一階段 積極發展混合訊號產品 目標兩年內 將營收佔比 從6%提高到15% 我們今年是積極想要發展 第二個產品 產品的類群 就是所謂的 混合訊號的 這方面的產品 我們預計在那個 控制器 電源管理 IC 還有那個電子 樓盤上面的那個 成長 或者跟生意會 今年的成長會相當 相當的客觀 南貌第一季營收49.9億 比起去年同期成長 12.8% EPS1.05元 創下2008年以來 單季新高 極力27號 股價走揚 漲幅超過2% 收在44.1元 股價再創高點 儘管是上市新兵 市場預估 南貌第二季業績成長 上砍10% 未來還能足跡成長 三日新聞 余城胡成傑台北報導 好的 的確南貌的股價表現 表現是算是亮臉的 而在近期的表現裡頭的話 實際上不只南貌身上 看到在風車族群的部分 日月光 細品 甚至在細格的表現 也都算是相對犀利的 那麼這個部分的話 幸福想聽聽看你的觀察 風車族群在電子類股當中 也扮演相當關鍵性的角色 這些指標性的題材 或者切入重點 你的叮嚀呢 好的我想其實 南貌的部分 算是新掛牌的一家公司 其實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K線 它剛掛牌的時候 其實可能有一些 來自原始股東的一些 出脫的一個壓力 其實剛掛牌 並沒有所謂的一個蜜月行情 最低的股價還跌到33.5 33.5 33.6左右 後面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它第一季賺的這個一塊錢 假設今年都能夠維持一個 相對穩定成長的話 其實這個EPS 應該有3塊5到3塊 到4塊 所以說你可以發現 股價在原始股東 稍微做一些調節之後 後面呢 隨著法人他開始回補 做一個持股之後 到昨天盤中 都創了一個波段的新高 但是這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說法說會之前 這個股價就已經 先開始動起來的話 會不會短線上 有一些所謂利多出現的狀況 我想這個是 我們稍微要做留意的 因為前面一段時間 都是怎麼樣 在開法說會之前 如果大家還 這個印象記憶很深刻的話 大力光開完法說 隔天跳空漲停 這個聯發科開完法說 隔天狀況也不錯 但是如果說是前面 已經先漲了的話 其實大家要小心 會不會是有已經 這個短線上 這個一些該上車 已經前兩天 都已經先卡位 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說後續來看的話 不管像是這個日月光 我想昨天這個股價 也是創了一個波段的新高 還有包括像這個 2325的細品等等 其實股價的部分 近期都是算是在 這個電子的上游 半導體的一個區塊 都是有創新高的一個個 或者說像聯發科 昨天表現不錯 也帶動了他的一個 所謂廠商 像這個6257的這個細格 這個也是屬於 他的一個合作廠商之一 這個股價 昨天盤中的 也這個短創了一個波段的新高 所以後面來看的話 我是認為整個 這個不管像是 這個半導體的這個上游 或者說像是這個封測的部分 應該還是這個目前 這個電子裡面 我們可以注意的 那另外在這個PA這一塊 其實算是有一點點 落後補漲的一個狀況 我想昨天 像這個3105的這個穩帽 其實這個也算是 今天以來相對 這個落後大盤的一個 表現的一檔這個個股 或者說一個產業 那其實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國外一些 所謂PA的一個大廠 包括像這個Tri-Q 或者說像Avago的部分 來說的話 其實近期的一個股價 表現也是相對還滿強勢的 那也帶動了一些 像台灣 包括像穩帽 或像全新等等 最近股價也稍微 有開始升溫的現象 那一個好處是因為 這些間聯比較沒有漲到 那整個線型 目前也是在相對一個 比較低檔的位置 所以也有吸引一些 所謂想要 不太想去追高 然後想要做一些 所謂的這個 低檔佈局的一些買盤進場 所以我想這個產業的部分 包括像這個蘋果 或者說一些新的應用 其實對於PA的需求 有開始升溫來講的話 也是可以觀察這個產業 它也有持續後續的一個發展 好 現階段選股題材的部分 包含在PA 這個功率方法 這些這一塊的話 打上了蘋果光 股價表現 從低檔開始轉強 要大一些些 那麼這個營收題材的話 是買盤 現在已經來看的話 還能不能再做切率嗎 姐姐妳的補充是什麼 另外一個來看一下奇蹟 智慧店表 跟英國的部分來最近合作 攻擊英國市場 在恩智普的部分 攻擊到英國市場 走出到營運的低潮 業績要逐漸走高嗎 現在炒了這樣一個題材之外的話 會是一個買盤重點嗎 我覺得如果說 以穩帽跟全新來講 全新已經先發動了 因為全新比穩帽更上游 但是如果昨天的穩帽 才剛開始發動的話 我們要看到 禮拜第一季的這些PA的業績 都其實是非常不好 而且幾乎都比去年同期 衰退四到五成以上 但是如果它從第二季 真的因為蘋果的一個新品出來時 它可以逐步成長的話 那當然它也沒機會做反彈 它絕對有 因為我們一直強調講說 因為蘋果的題材 它竟然要炒到第三季的話 那當然如果你有成長性的 你現在不是要買成長嗎 那它成長 哪怕它成長一季 它都有一個季度的一個反彈 那如果說法人又卡位進去了 那有沒有機會 當然有機會 那你說你是保守的投資人 你不敢追強勢股 你不敢追強勢性高的股票 那你可以不可以去找落後的股票 當然因為目前來講 整個大盤趨勢 它還沒有反轉嘛 對不對 整個法人的心態還是偏多在操作 那你只要跟著大人走的話 他的心態是偏多的 你的心態就偏多操作就OK了 那起機制的事情來講的話 我覺得 智慧是今年最愛炒的一個題材 因為物聯網它最後炒來的地方 都全部都跟智慧有關 智慧手錶啦 智慧什麼的 所以呢我覺得 當然如果在一個低檔整理很久的時間點的話 那它剛好搭配的一個題材 它有沒有智慧做的談生 當然有 但是有沒有季度一定會比一定的高 我覺得這可以追蹤 因為每個月營收一出來 它的話講真講假就會出現 所以我才說 六月份之後你會不會有一個變數 一定會有 因為五月營收會出來 一個五月營收出來時 到底有沒有淡季 其實那個就會很明顯的 因為大家就開始討論 五絕六窮的事情的時候 一定是要看到數字 看到數字才會跟你講 到底淡季淡不淡 所以我覺得這個變數 會到下個禮拜以後才會出現 但是這個題材 它會不會是一個可以去追蹤的 當然可以 那它剛好股價積極在低檔的話 它會不會有機會談 短線上還是有機會的 好 這都是相關一些買盤題材部分 那我們繼續要請我們幸福 來叮嚀一下下 您短線上的一個看法 好的 我想這一次的這個選股策略 我們是採取 就是說一個相對穩健的一個策略 因為這個站穩9000之後 我想明天就是這個摩台 5月份摩台的做一個結算 我想至少這兩天應該還是屬於這個 多方控球的一個格局 我想下禮拜一這個台股是修飾的 主要是這個 又是一年一度的這個三大節日 這個端午節 我想過了端午節之後 我想今天早上我看了那個天氣預報 他說其實這個美雨季節 大概這幾天就要結束 下禮拜開始這個高溫可能會衝到33 35 那個這個整個溫度就是開始真的變熱 我想變熱大家就是喜歡這個喝點飲料 或者說吃點這個清涼的 像冰淇淋等等這些來做個消暑 所以說我想這個慢慢進入夏季之後 這個消暑的商機應該會逐步的一個增溫 我想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因為其實來到9000之後 我是覺得選股的難度是增加 如果說要去追一些所謂在天上飛的 這種一些股票的話 其實可能一般的投資朋友也怕怕的不一定敢追 所以我這邊就特別用財報的一個角度 去做一個篩選 那麼篩選的一個方法就是說 過去這三個季度 就從去年第三季開始 獲利每一季都呈現穩定成長的一些公司 那麼再搭配所謂的一個低的基期 就是說股價目前還低於淨值的 這樣子的狀況來看的話 看是不是能夠試圖找出一些 目前這個位階還比較低的 但是獲利又在成長的一些公司 其實都給一些投資朋友做參考 好 這是一些短線的操作上的看法 那麼再解釋這個部分 首先我要強調 這個停看廳之前 忘了加一個數字叫9100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月結算的一個最高的位置 幾乎都卡在9100點 就是買錢都集中在9100 就代表說其實 就剛才我剛才提的 一個月100點的話 那個慢慢緩步再走 所以這個9100的位置 各位就不用去做追了 這個位置突破等法人 再把區間拉高的時候 你再去看它 否則在這個地方 去做一個追價 就沒有意義了 但是呢 我還要強調這個大盤 這個大盤看法 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樣 就是因為它量小 量小 所以沒有賣壓 所以讓繼續走 量大不住套房 高檔不要換主流 量多大就住套房了 很抱歉 我覺得1100億 大家就不用去做追了 大概從剛剛 最低的600多億開始的人 可能就會要逃了 看好的族群 從來之前到現在都沒有改過 目前來講 前三個是最強的 應該會輪動輪動到後面 好 這些相關題材部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來到節目上繼續要鎖定 投資組合 好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來看到在今天起貨市場 開盤部分的話 還是一樣開的是一個 平盤的位置 幾乎是一個小小的紅盤 平盤的位置 那麼這個震盪當中的話 尤其所看到 在標普其他歷史新高之後 台子期呈現是一個 開高的情況 開高之後 這個走勢要特別流行到 結果進入期已經 回到平盤以下了 補充到是在雅股的行情 在亞洲股市 先康日金跟韓國股市部分 都收穩在小小的紅盤 台北股市其實有些跟進的效果 馬上請信夫幫我們定義一下 還有您的投資組合 好的 我想今天起指的一個部分 是小幅的開高 其實大概目前只漲了大概4.5點 那也符合目前 整個盤勢偏多的一個狀況 當然只是說在這個9000點以上 例如說往9000靠近的話 這個上檔的一個反壓 其實也看得出來 還是有它的這個壓力存在 所以我認為這邊可能指數 當然也不用期待說 看到昨天美股大漲創新高 今天還要再漲個50 100點 我覺得認為個股這邊 可能挑選上是比較重要一點 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一下 我今天有關於這個投資組合的部分 我們剛剛有提到 所謂的一個消暑商機 今天給各位兩檔個股做一個參考 第一檔就是這個統一石 統一石的部分來說的話 它主要就是接這個 統一集團旗下的一個單子 各位可以發現 其實它這一波回檔的一個幅度 大概也回到這個 30塊整數價位附近之後 大概這個位置也是屬於年限的一個支撐 昨天這個盤中開始出現了一個 明顯的一個低檔的一個反彈 因為我們剛剛有告訴過大家 這個要去追天上飛的 可能不是大家敢追 如果說像這種 已經經過了適度的一段的這個拉回 搭配這個所謂這個商機 因為它過去是做這個麻口鐵的這個罐子 但是在統一集團 這個集團資源的一個加持之下 它最近已經開始切入所謂 我們一般講的這個寶特品 就是PET的這個商機 我想統一家大業大 隨便灌個單子 它大概就可以吃很久吃很撐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也可以持續留意 另外一檔就是這個南橋的部分 我們知道其實從去年年底開始 這個冰淇淋 這個便利商店賣的冰淇淋 特別是這個全家賣的這個冰淇淋 其實好像這個大家接受度還滿高的 如果說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昨天這個全家的一個股價 其實它創了一個波段的一個新高 雖然說它算是一檔中大型 但是推升很慢的個股 可是真的夏天快到了 我想這個吃冰淇淋應該會越來越多 這個全家的冰淇淋 主要的這個原料的供應商 就是這個一家叫做皇家可口的公司 皇家可口的話 主要就是南橋旗下所轉投資的 一家這個所謂 這個相關的一些食品原料的一個廠商 其實南橋它每個月都有公告 它的一個字節的一個獲利 前1到4月已經賺了大概接近1塊2 那也是歷年同期的一個新高 我想最近股價大概有一點點接近 這個三角整理的一個末端 我想以它的一個營收跟獲利來說的話 今年應該還是有機會 整年下來創一個歷史新高 所以我認為這邊已經回到 季線附近做個整理 倒是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區塊 就是我們剛剛跟大家報告過 就是獲利連續三個季度增加 但是目前股價低於進尺的 這邊有兩檔個股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一檔是這個2204的中華車 我想中華車的部分主要就是代理這個 一個品牌叫做日本日商的這個 米茲比奇的汽車 我想前面一段時間 電視上有個廣告 就有一個很可愛的廣告 就是說小米有沒有去錄影路過 有沒有去過泡溫泉 我想大家對裡面那個很可愛的女生 印象很深刻 可能那個狀況也講出了很多 就是爸爸的心聲 我們家小女孩長大 會不會被外面的男生給騙走了 對 其實那個廣告 其實大家還滿記憶深刻 那個主要就是在這個米茲比奇 就是30的一個汽車的一個廣告 我想各位可以發現 這個中華車的部分 它的一個股價最近似乎 有開始這個穩定增長的味道 我想這個同樣是屬於育龍集團 我想這個育龍集團的大家長 顏凱太先生 近幾年不管是在自由品牌 包括像Luxian的一個部分 它也是積極的在做一個這個推動 那也包括說要推行這個 所謂一些所謂電動車的一些概念 我想其實今年我們看到景氣 這個連續三個綠燈 代表景氣的復甦 那麼大家對於這種 所謂比較這個中高價位的 就是說像汽車這種的一個消費 其實也看得出來 是逐步的做一個回升 所以我這邊認為說 目前中華車的股價也是仍然低於淨值 如果說不想去追高一些 這個在天上飛的這個個股的 這個投資朋友 導致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還有一檔個股是這個 是一個電子的零組件 這個是泰逸 同樣的它也是屬於這個獲利 從去年第三季開始連續都是增加 但是目前這個股價低於淨值的 它的淨值目前大概是在19塊出頭 以昨天的一個收盤價 大概在16塊來說的話 仍然我是覺得說 一家公司有賺錢 是有機會慢慢往淨值靠近的 這個也是屬於這個低檔 剛剛翻上來的一個個股 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 這是在投資組合的一個部分 另外要請東玉姐姐幫我們看一下 您的投資組合 首先我剛才提到說 我們看好雲網 氣概跟自動化這些 最近這半個月 最強的應該在氣概股 跟所謂的智慧生活的股票 這些漲多了 今天再衝我就不太建議追 因為我記得我4月的時候 有來跟各位講過 我說我有去看汽車市展 那個電動車不要買 但是那汽車零組件 因為大家對智慧車會非常有興趣 我是從所謂的世貿 逛到所謂的南港 腳都快走斷掉了 有來跟你們講這件事情 可是這些股票現在都已經飛到天上 今天再漲我建議不要追 可是題材是沒有改變 所以我覺得它是個輪動 我今天來介紹就是 我也是一個觀念 就是一定要延續說 比如說它在5月6月7月它的訂單 或是它在旺季的股票 它第一季又假出成績單不錯了 股價經過整理 那才有拉回 你們應該還是可以注意 因為它的股價應該有機會 再去挑戰新高的原因是 它又進入了旺季 代表說它第二季的業績還會成長 所以第一個就是聯軍 聯軍應該是四季網籤的一個 業績最好的公司 第一季賺2塊錢 那大概在第二季的時候 幾乎都是網籤的一個旺季 所以包含台通包含這些 包含聯軍都要進入旺季 他們第一季已經想出很好的成績 但當然在第二季還是有機會 那股價只要拉回 都是大家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包含聯軍 包含籠澤科都是業績不錯的 那籠澤科是應該我在這邊提到的 他們是有個輪動的模式 所以它應該是屬於 機電跟自動化的一個模式的一個族群 那它今年年初時 我們30幾塊推薦時 在70幾塊說可以先下車 那現在為什麼再跟各位提起 是因為當時說它只能成長五成 所以它的那個本益比突然過高了 那可以下車 但是實際上來講 它的營收是成長五成 但是它獲利是成長一倍 那它單只接到7月 那就比我們當初的更高 估了將近非常多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只顧它成長五成 它竟然是成長一倍 那股價經過修正 它還要再往上走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兩檔的 應該算是IC設計 我要提到IC設計原因就是 我剛才其實在IC設計的一個 產業的規模上面 已經跟各位提非常多了 那原相是設計一直有很多市場的謠傳 我覺得那謠傳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第一季 它的第一季真的繳出了成長的成績端 第二 它的產品真的是未來 不管是穿戴裝置這些 一定要用到的 那既然包含物聯 都炒得這麼熱的時候 那最重要是各位 如果打開IC設計的 像原相的一個月線圖的話 那是底部乾翻揚 那之前兩天上個禮拜 就應該上個禮拜 底末或是禮拜一的時候的高點 幾乎是個頸線的位置 那個地方如果一旦突破的話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底部出來 那它的成長商機 未來是值得大家去做一個討論的 另外一個就是普瑞 普瑞也是 因為它第一季的財報 其實也是交出那種 讓人家眼睛這樣突然睜起來 嚇一大跳的 因為賺3塊多 可能都跌破市場的眼鏡 但是實際上它的業績 可能延續到第二季 甚至於公司說到第三季 都是OK的 也是一個突破頸線之後的一個股票 我們說過它都已經突破頸線了 所以很多IC設計都是如此 我說有80加創新高的個股裡頭 最多的是氣概股跟所謂的IC設計 那就代表說其實這個族群 他們的業績 跟他們實際上的主流的地位 還在 還持續發酵 當然只要股價在整理過程中 大家都可以去注意找一個賣點 好的確 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相關提示的部分 結果在今天企業市場開發的話 還是一樣在頻繁上菜 震盪上菜遊走 這一頭包含在金融期的這樣的觀察 那麼在幸福部分幫我們定名一下 尤其從金融股的角度出發 那麼金融類股的話 現階段可以看到 外圈的話這個買盤的確有些回補 有些回流這樣一個動作 可以有出現這更大的爆發力嗎 我想其實今年這個指數 在推升的過程當中 其實金融股一直是一個 所謂脫油品的一個角色 自從前面一段時間 有關於這個福茂的一個爭議 沒有辦法順利過關之後 整個金融股其實在今年來說的話 其實是最近才開始明顯轉強 金融股最近其實大家可以發現 一些就是第一季獲利狀況不錯的 例如說像2884的玉山金 其實它第一季的一個獲利 是歷史的一個新高 所以你也可以發現 它慢慢的有往年初的一個高點 靠近的一個味道 只是說因為金融股 它是屬於一個政策影響 比較大的一個產業 通常如果說是這個政策面 比較偏多的話 對於金融股的一個漲勢 是比較有利的 現在看起來 經過一段時間修正之後 目前整個金融股認為說 不會再往下 像年初一樣 有一波比較大的修正 但是什麼時候 會形成一個所謂台股 強而有利的一個助攻的角色 似乎現在還沒有這麼快 能夠做一個顯現 所以我認為在這邊 金融股它會是屬於一個 稱盤電子數的一個角色 但是似乎還沒有輪到 所謂整體的一個所謂產業 開始動起來的一個時間點 這實際味道 對 好 我們謝謝兩位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這齊務市場拍門目前到現在為止 要一直在平盤上下 震盪上下有所 也符合近期行情的變化 倒是現貨開盤 當然在明天摩塔也準備要做結算 然後這行情變化 稍後休息一下 我們見面向現貨開盤行情